中華三宗 現做生現主彼詩 有世界健康 經歷過戰艦 萬華台灣英明 生是同的大愛心 永恆在環境後 世界真紅了 第二個是弘揚 在具體工作中為了結合文化 結合旅遊 更好地做好鬼谷文化的宣傳 推廣 傳承 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主要做了一下五點工作 一個是聯盟的推動 就是全國十六家由鬼谷遺跡 鬼谷文化記載的景區遺址 組成了海峽兩岸的鬼谷聯盟文化圈 實行了相互包容 互相尊重 資源共享 共同的推廣 這樣在全國海峽兩岸範圍內 形成了一個推廣這樣的一個氛圍 第二個就是旅遊的弘揚 就是旗縣呢 有一城 一城就是昭歌古城 一河就是詩巾齊河 有山山 山山是 一個是雲夢山 是咱的鬼谷文化 第二個是古陵山 是女娲文化 女娲文化也就是封神演繹 發生地也在昭歌 第三個是曹陽山 曹陽山是當時殷舟王行宮 當時是殷舟王的行宮 就是一河 我們旗縣呢 每年的旅遊 總遊客是360萬 就是我們結合著 結合著雲夢山 鬼谷文化 讓更多的遊客 來了解感受我們鬼谷文化 來弘揚傳承鬼谷文化 第三塊是鬼谷子的實景演出 去年呢 2016年 我們探索了鬼谷子的實景演出 同時呢 我們探索了這個孟輝戰國 這樣整體景區的打造 第三呢 我們探索了鬼谷草原文化節 從這三個活動來提升 讓現在的遊客 讓現在的群眾 看到實實在在的鬼谷文化 第四個呢 是我們也探索了 鬼谷文化的一些應用 我們也聯合一些國學班 聯合旅行社搞了幾期 鬼谷文化國學班 鬼谷文化經營企業班 鬼谷文化 兒童夏令營 東令營 通過搞這個活動呢 讓更多的孩子 讓更多的遊客 來了解 來了解 鬼谷文化 第四個呢 就是 不是 第五個呢 就是我們也感受了完善功能 完善功能 完善功能就是今年我們這個 作為旅遊局也投入了一部分資金 把我們八卦城與南天門之間的廣場 包括北面搖池宮前面的廣場 停車場 進行了重新的修繕 這是第二部分 設置紅陽 第三部分我想說說未來 我感覺 鬼谷文化的未來 作為我們具體做旅遊工作 一個是有兩個目標 其限的目標是 一個是其限雲夢山 要創建國家級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第二個是 作為鬼谷子傳說 要創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 因為我們雲夢山已經是省 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後呢 在這個重點 未來的重點上 我想應該是普及和應用 普及和應用 在普及上 普及上我們希望 能有下一步能做到 下一面五個一 一個是希望能有一部 反映或者是 宣傳我們鬼谷子的 先世的電影 第二個 我們希望有一部 能夠宣傳我們鬼谷子的電視劇 第三個 我們這個我們要做 今年我們要拍攝一部 鬼谷子的VCR短片 第四個應該有個鬼谷子的宣傳手冊 第五個就是一個鬼谷子的 學前教育讀本 這是我們未來所作為普及 教育 我想有些具體的載體 最後呢 真誠 歡迎大家到七線雲猛山 到混言師父清入了大量心血 讓我們真正感受到兩岸一家親的 其線雲猛山中華第一古軍校來做客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 其線的很多朋友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謝謝他們 也接受他們的邀請 大家一起去 好 好 接著 我們請蔣教授 蔣教授呢 他當過行政院的清武會的主任委員 他也在淡江大學服務 所以他呢 他是比較科技方面的 可是各位看這次的書裡頭 他寫的是非常有深度的鬼谷子的東西 他還有 他一提就提三個題目 所以呢 第一個題目已經交了 現在開始要寫第二個題目 第三個再寫三個題目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無三的就不成禮 三篇文章 謝謝請 我們請他給我們歡迎 師父和師母安好 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先生女士安好 這個楊校長過獎 寫三個題目 原先我是講說 要出題目給別人寫的 他後來講說 你既然出了題目 你要繼續寫下去 我盡力就是了 師父講說 天下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的確是這樣 每次看到從大陸來很多學者 很多朋友 都覺得格外的親切 像親人一樣 兩岸共同來推動鬼谷子文化 那一億聲嚴 將來的影響也必定會很聲嚴 那麼對兩岸的和平一定會做出貢獻 那我今天很簡短的做一點報告的是 是應用現代的數位載具跟數位內容來推廣 龜谷子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合作和發展 那載具呢 你看 我們古時候要旅行從甲地到椅地去 那只有靠兩條路走路 兩條腿走路 那後來呢 有汽車有飛機 那多麼方便 剛才林教授呢 聽說才參加完政大的會議 回去了 結果又回來了 如果不是有飛機 不要講說走路了 你坐船恐怕兩個禮拜也不一定趕得到 那這就是宅機 那現代的科技 資訊科技呢 Internet 把我們的世界做了一個翻轉 或者正確講應該是說 讓它改變成一個新世界的情形 那現在的載具呢 你看你們每天都在發手機 我看一天一定花好幾個小時發手機 手機就是一個載具 我們平板電腦也是一個載具 這是比較屬於硬體方面的載具 但是像這種數位平台 我們做一個平台 它也是一個載具 那這個載具 你看 你彈指之間呢 可以得到全世界 經過Google 找到你一樣的訊息 你彈指之間 說明有些人已經把我們開會的情形 送回去 你的照片 貼在Facebook上面 臉書上 那你朋友親人都已經看到了 那這就是藉著載具呢 可以 可以 飛快的 來飛行 那 我講一個例子 也是一個故事 世界有一個很有名的TED 我們TED 的論壇 這論壇其實已經有30年以上 我記得 最早它也是像我們一樣 開一個conference 一個大型會議 裡面可能有20個很好的演講 等到後來有網路的時候呢 他們就把它放到網路上去 那現在發展起來呢 很了不起 它只是想說是idea spreading 它傳播一個很進步的概念 一種前瞻的概念 前瞻的思想 那從這種前瞻進步的觀念概念呢 自然會引導出一連串的 這種進步的作為 像校長這種團體的動力 到最後呢 很自然的會得到很良善 很圓滿的結果 那似乎 從這種良善的發一個很大的願望 要追求和平 將來我們一定可以追求到真正的和平 那麼 是這樣 這個 它是集合美國 它主要以前是在美國 現在已經世界各地都有了 TED也有 TED台北 它集合人文社會 醫學科學 反正各方面的頂尖的學者 專家 它是思想家 是實踐者 他們叫做Thinker and Doer 就是不只想說創造一個思想 它還幫忙大家來做 那現在大概有超過幾千個很好的演講 每一個演講的它限制很嚴格 只有18分鐘 絕不超過 那麼你們如果現在到網路上去 30年累積下來 看得非常棒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我當中只是幾個例子 它產生多大的影響呢 其實我已經十幾年先看到這個 這一次這個演講 後來我有注意到它的發展 所以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叫做Anne Cooper 但是Anne Cooper呢 她是一個營養學者 營養學家 但是她在一家大飯店裡面當主廚 可是後來呢 她認為說我當主廚 還不如去關心小孩子的營養午餐 她發現美國的小孩子的 午餐大部分是漢堡 她說這個很危險 很不健康 將來到他們到40歲 50歲的時候呢 很多胖子 很多是高血糖 高膽固醇 反正毛病一大堆的人 那這種東西要花費 國家多大的醫療的費用 但是最主要 個人的健康的 其實在小孩子的時候一定損傷 後來呢 她就這個18分鐘的演講人 結果換期她最早 換期的是Burcley County 她在California 後來就請她去做 我們來改善我們協同的午餐 她就幫他們改善 沒有想到成果非常的好 整個加州就開始實施 後來呢 全美國實施 十幾年下來 他們認為說是很成功的一個改善 她只是從一個論壇裡面的一個演講 而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我自己的建議啊 像我們這麼好的一個演講 其實可以把它放在 仿造TED做成一個鬼谷的網路的論壇 那麼這個論壇呢 我們今天的會經過整理好的演講 把它放上去 當然我曉得我們微星中有電視台 有時候電視台放過就沒有了 看過一次沒有了 可是如果你放在網路上 我剛才講說幾千個TED的演講 你現在都可以找到 將來幾千個 說不定有幾千個 鬼谷文化相關的演講 也會在上面 你三十年以後 五十年以後 你都還可以看得到 不只影韵文 他們現在都把它翻 連文字都把它翻出來 一起貼在那裡 那這種會很豐碩 影響很深遠 那也不只在這裡開 可能可以 所以北京也可以開 幾個大的地方都可以開 然後呢 共同把它放到這個 鬼谷的網路的論壇上面 所以我這是第一個具體的建議 那第二個呢 是這樣 現在的社群網站 我剛才講Facebook 天天都在用的 沒有一天不用Facebook 大概過不了日子 那麼像Line 像這個 像這個 剛才講Facebook 像我們的部落格 部落格本來是一種 航海紀錄 但現在呢 你可以 假定我們有一個單獨的 鬼谷之的部落格 或者臉書 臉書有粉絲團的粉絲 粉絲團的臉書 他們是 主要是 有一點商業作為 大家集合起來 共同發表文章 共同發表意見 那麼如果是部落格 那更是啦 固定的在這邊 不同的人 也不只我們這些人 說不定很多人 也會關心鬼谷子文化 全中國的各個地方 大家都可以把文章貼上去 互相來比較 選擇很好的文章 很好的見解 把它留下來 這種豐碩成果 對鬼谷子的文化的推動 一定有大影響 那麼 所以我是具體的建議 可以 可以建部落格 建立臉書 就社群的運用 那我具體的 有一個像天下雜誌 我訂了三十年了 現在大概每次一本一本的天下雜誌 也沒有辦法保存著 但是我回過頭來找天下雜誌 三十年裡面的每一期的出版 那是很容易的 也是彈指之間就可以拿得到 你看多麼方便 所以我在講說 我們一定要有數位的出版 數位的出版 似乎很多的精英書 多麼寶貴啊 現在昨天到博物院 這個道場院 不是 博物院 博物院有道場 一萬七千 卷的這種很寶貴的精英書 藏在那裡 但這種的是可以把它數位化 好 我馬上就結束 Google有一個很野心的計劃 它本來要把全世界 可以做到的紙本的書 全部把它變成數位的書 但是後來因為牽涉到版前 這個計劃倒沒有說 徹底的去做完 但是它現在已經有四百萬的書 本在那裡 很多人只會用Google的search engine 不曉得用Google的這種圖書 也是很可惜 像Google我們歸谷之文化相關的書 書面很不好找 但是我到上面一找呢 找到二十幾本 並且每一本書呢 都可以賣給你 八十塊錢 五十塊錢 比我們紙本的書還便宜 所以將來這種數位的出版 變成我剛才講的數位內容 這就是 content 數位的內容 一定要現在就開始做 那麼累積起來 也是五十年百年以後 這些東西永遠存在 取得方便 不只我們看得到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大概就 一個是載記的應用 一個是數位內容的簡易 那麼簡單報告 下面的鈴聲還沒有想 我講一個笑話給你 一個人在上面 先生講演講的 太太在下面呢 拼命給他送飛文 先生高興的不得了 所以我一定講得很好 下去問說 你那麼好啊 一直鼓勵我一直送飛文 太太跟人家講 我是講說 Kiss Keep it short Stupid 就是說 講短一點 你是傻瓜 你講短一點 就Kiss Kiss Keep it short Stupid 我講完了 謝謝 謝謝 我們蔣教授講的 最後的一段 所謂的笑話 我們朋友當中 那就是蔣公 她夫人坐在那邊 就是蔣夫人 那是說呢 我以前書上寫了一個 Kiss原則 Kiss K K Keep I It Keep it 第一個S Super 後面一個S Simple 應該是可以相通 我想 師父 你難得聽到這樣的一個建議 中文呢 可以做 我覺得說我們的網路呢 在某些地方是慢了一點 事實上 王普旭副會長 他是頻頻點頭 因為 事實上 他在無地 每天都這樣做 他們就有一個主題 鬼谷這什麼主題 誰去主持他 每天主持他 一個人去主持一個主題 發出去 然後就開始就是 變成整個網路的就出現了 我想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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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 我們下面一位 是來自 來自 於 說他是在哪裡 我都說不太清楚 因為 他原來也在台大 原來也在政大 現在去香港 又說呢 是在香港 要發展 在香港 所以我幾乎每次都看到他都回來 也不太生 也不太熟 因為我也在政大待了四五十年 好 我們請李教授 師傅 師母 院長先報告 我沒有辦法進政大 但是家中是政大畢業的 所以我家裡還有政大人 那還是要請您多多指導 各位前輩 各位法師 各位賢士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我的時間應該是 現在是38分鐘 那給我應該是46分鐘就結束了 我們大家看到 陰陽一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我一直講的是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但是去年開始 我們基礎大典 已經用 精有 真聖鬼谷子 非常 感謝今天早上的主理嘉賓 林部長 林林山先生 跟師父 請示 可否把這個落字改為精字 那師父當然說好 不僅是好 不僅是好 因為本來我們已經 今天我們真聖鬼谷子已經出來了 出來不是鬼谷子本身 是鬼谷子的文化 鬼谷子的文明 鬼谷子的系統 在台灣已經建立起來了 這一點是師父 您對中華民族 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 謝謝 鬼谷先生 我的大師兄 我的老師 王老師 啟方教授 他特別講 張儀書琴 鬼谷子先生的 學生 但是 他不覺得 他怎麼了不起 因為他 利己多於利人 那師父呢 不只利人 還是利人天 就利他的利人天 了不起 天人合一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古今經用 其實就是 司馬天所說的 通古今即便 才能有 古今的那種智慧 都會融合在一起 所以古至今用 那師父呢 是 舊天人機器 跟鬼谷先生 天人合一 今天呢 已經成績加基岩了 所以今天整個的主題 由此 王老師 這個很重要的 把師父的成績加基岩呢 跟其他很多很多 我們中門的學姐專家 一起把鬼谷先生的 他的結學也好 他的理論也好 已經變成 可以真的為天下定太平 這定的太平原則只有一個 就是 他們已經一個是 成績加基岩 在這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裡頭 它是重要的一環 在西界的文化 不僅是文化 還是 楊院長所說的 這個是鬼谷文化 還有鬼谷文明 已經出來了 那這點呢 我特別在今天呢 稍微做個說明 但是最重要的是 往後 我們如何去做 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 院長說 主席說 我們要講 我們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重點啊 剛才最重要的 我們的微信道撞 15615 第一套在傳奇山 第十套在安心道場 我希望能夠在短期之間 第十一套 點床在香港 今天呢我們桌上有四位 來自內地的 第十二本 第十二套 金莊本 在雲夢山 可以吧 所有內地的朋友 都同意了 都跟今天 我們參加這個活動的前兩天 我們記住大典 圓滿 不知結束 圓滿是另外一個開端 這個開端是 跑到香港去 跑到澳門去 跑到中國大陸去 我們記住 剛才 算是老朋友了 您已經開始在內地記住了 而且呢 是用剛才我們主委說的這種方法 把我們台灣的傳過去 依我們的做法去做 對吧 那所以 這個非常了不起 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各位特別的 有信心 記住大人圓滿 其實要跑到國內 我們認為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繼續做 原則上我們重點是 慎重追遠 能夠慎重追遠的人 必然是朴實的 應該是忠厚的 假如這樣子 天下之間的紛爭會少 既然這樣子 我們台灣已經不錯了 今天 我就在上面 剛才在這裡 聽了五位主講人 都講 寶島台灣 那前天聽了更多 那這四年來 我參加記住大典 原則上寶島台灣 已經講了最少 最少50片以上了 那內地的朋友講的 那如何去做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 把我們的道仗 從台灣 香港 大陸 這樣子呢 以後全世界都補傳 這個工作呢 我們應該去做 剛才院長說 講一點 我們香港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香港要做的 就是把兒童讀醫金做好 我們現在已經大學 大家學醫金差不多了 我們上了六堂課 我們今天來了 香港的朋友 十三位 包括我 那中間呢 有十一位是學生 所以呢 我們在香港已經開動了 昨天我們到了傳奇山 去做習債的戶外教學 那用了三個多鐘頭 我希望把這種的寶典 在香港跟台灣 繼續發展以外 在內地也去做 我們常說一句話 這我們專家 喜劇的專家 啟方老師 我們從六國年表說的 司馬遷說 做事者 逼於東南 收工事者 常在西北 西北就應該是我們雲夢山 再往後退吧 那個應該是 河南珍州 齊縣那邊的地方 那所以呢 那個是古蹟金用 應該不會錯到那裡去 好啦 今天呢我想 時間還沒有打響您之前呢 道德經第七章講的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大家聽得多了 我想怕 我忘了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置身 它是自然而生 所以能夠長生 所以呢 永遠會發展 是從常理來講 所以風水學 易經風水學 原則上是依自然的法則 但是我們智慧有時間會有偏差 所以呢 我們應該用易經風水學 來把我們永遠是依自然法則去處理 那這樣子呢 就應該不錯嘛 所以聖人呢 後期生 後期生 而生先 這句話 這幾年來 我感受很多 師父是在後面推了幾百位 台灣的學者 專家 做功課 你看剛才院長說的太多了 太多太多 這樣類的 院長 您也叫很多人寫文章 後期生而生先 領導者 其實我們師父 外其生而生存 師父最近身體 不很好 意志非常高 我們平常人比不上他 你看 他還繼續做很多事情 您看前天整天在會場 今天整天在會場 而且不只前一陣子 還跑到韓國去幾天 那個不是外其生 積極的身體 不放在心中 但是呢 他的精神 永遠是為了鬼谷先生的文化 中華文化和弘揚 這點呢 我想非常重要的 是他無悉心 沒有悉心 就因為他師父沒有悉心 所以陳其詩 那師父的詩 是什麼呢 天下太平 那天下太平 以中國文化 鬼谷先生的鬼谷文化文明 影響整個中國文化 世界文化 那這點呢 我想 時間還沒到 您還沒想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一定可以成功 那希望能夠 有一天 台灣已經加清了 所以圓滿 兩岸一加清 現在已經啟動了 天下一加清 那個是世界普及的價值 一定在我們有生紀念 在師父的領導底下 可以大家看到的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下面一位請施澤雄施教授 就我的了解 早期在兩岸還沒有解凍的時候 施教授呢 他以政大東亞所所長的身份 他早就呢 是在從事兩岸的學術的交流活動 他算是走過 我們很多人說去過哪裡 你怎麼說 他都會說他去過 而且還告訴你他去過多少次了 所以我們特別請施教授呢 來跟我們交流上呢 來提供一點高見 看我們將來如何的 繼續有效的交流 有效的合作 以促進更大的有效的發展 我們請施教授 謝謝 謝謝 尊敬的委員大師楊院長 還有在座的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下午好 很榮幸 又參加技術活動 以及這一次的論壇 那這次的論壇是 鬼谷文化發展的大未來 那這個題目已經黃春之教授 已經寫了那麼厚的一本書 做了前面又深入的一個分析 還有提供很多未來的發展方向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實在是 沒有辦法再做任何的補充 那因為這個要談未來的一個發展 那我就想到師傅 這個在技術活動 這個微星電視台製作了一個影片 就從師傅從1982年開始到現在 整個發展經過 那我剛才坐在底下 看王臣老祖左手拿了一個八卦 我就想到好像是蜘蛛結網 這個蜘蛛網也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且很有規律 好像也是八角形 我不知道啦 這蜘蛛結網 那我就想到從這裡面 就是說師傅 從1982年開始慢慢的在台灣 從小一直慢慢的往外一直的擴張 擴張 那台灣這個網結好了以後 就到大陸去了 到大陸去 現在又到國際間 這個網越擴越大 所以我相信在師傅的領導底下 那麼未來這個微星中的一個發展 一定是會擴展到國際間去 這是我因為看到師傅的這個發展 整個過程 想到這個蜘蛛網 以後相信在以師傅為核心的一個領導中心 這個發展會更加的擴大 另外就是有關交流方面 我都認為兩岸可能政治上有一點可能會有緊張 但是我認為民間的交流應該要繼續下去 不管政治上是怎麼發展 所以在座的從大陸來了很多朋友 你說我們之間經過這樣的交流 感情非常的融洽 你說會打起來嗎 這不大可能嗎 那有一次又讓我想起來 大概七八年前人民大學一個學生團 有幾位老師帶過來 帶過來經過大概一個禮拜的一個交流 回去有一個老師寫了一封信給我 提不到我們會打師德總教授嗎 就是說經過這樣的交流那麼融洽 怎麼可能會 等於說大陸會打台灣呢 所以我就想到 兩岸對鬼谷文化的一個最終的目標是和平 那經過這種交流活動 大家非常融洽 那可能有助於 未來兩岸的一個和平 所以我是建立 以後這種民間的交流 要定期 最好有一個定期的 然後這個臨時的 有機會多加強一下 這個我相信會對未來的和平 兩岸的和平是有幫助的 另外一個就是如何擴大這個 微信中 因為一方面要做研究 要做深入的研究 那另一方面 最終要把這個研究的結果 應用在實際的一個層面 如果說 舉一個例子來講風水學 那麼應用在實際的這個社會上每一個人 因為應用的這個風水學 使自己身體更健康 使事業更發達 那麼透過這些實際感受到這個風水學的一個成果 那麼將會有助於整個這個 微信中的向外的一個擴張 所以說金碑銀碑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千獎萬獎 不如老百姓誇獎 所以如果說老百姓應用 實際應用這個風水學 而得到了實際的一些注意 那當然是有助於這個 這個微信中的一個 以後的一個發展 另外一個 我是認為這個文化的衝突 往往是導致這個會威脅到和平 所以對於 因為世界有各種不同的文化 我們應該要多了解 那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說 中西文化的衝突 就是像乾隆五十八年 馬格爾尼要敬見 來敬見這個乾隆 為了一個歸拜禮 中國要求要三跪九寇 但是英國不可能 做這個三跪九寇 什麼單腳歸拜禮 文乾隆的索 那這個在中國來講 是不大可能 但是英國有英國的文化 就是因為不瞭解 最後導致非常的不愉快 當然還有一次是加清二十一年了 另外一次的禁見 也是搞得很不愉快 那到最後 因為這種文化的衝突 最後就導致一個戰爭 鴉片戰爭 以及後來的這個戰爭 所以這個文化的一個研究 我認為蠻重要的 像我看了一篇東西 我要請師傅 請師傅給我指導一下 說中國的數字 最好的是什麼 是哪一個數字 說是三跟四 那我看的文章是這樣講 說一個掛有六個窯 三四是中道 所以我們不能說三道四 這三黃啊 那三足啊 那四也都很好啊 四象四季啊 這個事實啊等等 說最不好的是七 最不好的是七 說七啦 人死了以後 頭七二七 一直都弄到要做到七七 所以呢七八都不大好 亂七八糟了七上八下啦等等 所以有一次啦 我就在三年前 那有一位大陸將軍 好像王將軍 他那一年啊 我記得他屬府 我說你今年七十七 他說不是不是 我這七十六或者講七十八 他不講七十七 我才發現喔 但是西洋文化七四什麼 那七七什麼 最好的 如果我們不懂 這有的時候就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這個文化的研究也是蠻重要的 而且大家要相互的包容 相互的包容 了解他們的文化 那麼這一點啊 我認為對未來的這個 這個世界的和平恐怕也有一點幫助 那最後啦 就和平在我看 還是兩個階段先和 剛才黃教授在提出來的時候 也是提到經濟是一個基礎 所以和啦 在我看是經濟的發展 就是生產要大於消費 這個口比較小 和比較大 在我看是生產要大於消費 這經濟有發展 然後這貧 除了經濟發展以外 還要貧 就是貧富懸殊不能太大 當然也不可能是絕對貧 所以我就發現這個貧 平衡還蠻重要的 如果不平衡 那人就會跌倒 人如果跌倒是因為不平衡 所以各方面都要平衡 身心要平衡 營養要平衡 不管怎麼樣 不平衡都會出一點問題 所以這個經濟還是和平的基礎 另外黃教授也提到接著就是教育 教育方面要透過教育的一個手段 就是提升人的文化水平 以及道德的水平 這個對未來的一個和平 恐怕是蠻重要的 這似乎都已經點出來了 今天我就談到此 謝謝 我們最後一位請張院長 那我們這次的古製金用是源自於去年 我靈機一動 這個想了說 他是一個行政管理專家 我就是請他 把他原來的行政管理這個概念 到底從鬼谷子這本書裡頭 把老祖宗的原來的這個 所謂的思想一來的理念一來的言論 怎麼能夠把它套進去在我們現代的 事實上我們從很多學科裡頭都發現 現在的很多觀念 很多的做法 很多的說法 都可以在老祖宗的東西裡找到根源 所以不是說都是別人的 都是外面來的 那我們怎麼用 當時一個很直接的一個理念 就請他從這來引發出 說這個寫出來的東西可以把它更加推廣 延伸到很多各個層面去 我們特別請張院長跟我們 做一點指導 謝謝 文員禪師師母 還有我們主持人楊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先進 各位同修 大家午安 剛剛楊院長介紹 剛剛楊院長介紹說我對古字金用 他給我的一個題目 後來我對鬼故子先師的以前 並沒有什麼研究 他指定這個題目之後我就開始研讀 我發現這裡面的保障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寫了一篇在 如何在公共行政上 對我們的啟發 以及怎麼樣應用 這是也登在我們第一集的書裡面 那麼今天現在我要講的兩大點 第一點是對我們唯心聖教 唯心中的一個了解的心得 唯心中第一個我認為是 唯心聖教融合萬教 因為我們雖然是以王殘老祖 作為我們的教主 但是我們融合了佛教 道教 還有儒教 孔子 乃至於甚至於基督教 因為他們的宗教的中心思想 或者他們的教義 完全被我們唯心中把它融合了 怎麼講 儒教是講人 愛人 人 那個道教 比如老莊 是要回歸自然 而且是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還有呢 再加上甚至於這個 墨家主張兼愛非公 不要打仗 要大家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敬愛 所以叫兼愛 你看這是我們春秋戰國時代 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那麼甚至講到基督教 最重要也是一個愛 你要愛人 基督教 基督教的教主是耶穌基督 佛教的教主是釋迦摩尼 我們唯心中的教主 就是王殘老祖 鬼谷子 所以這個鬼谷子 我們圣心 我們這個唯心中 就是把這些各家的之常 把它融會 最後我們唯心中的中心思想 只有一個字 和 剛剛有很多 早上也有很多先生講過了 和 這個和啊 剛剛講有兩個字 一個是合作的和 一個是和平的和 所以我想每一個宗教的事 經過我們唯心中的歸納 這個和字 全部可以包括 包括了人 包括了愛 包括佛教的物 包括了墨家的非公 兼愛 基督教的愛人 通通包括在內 所以這個是我們 魂圓禪師的 真正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而且現在 我們把 這個 鬼谷先師的 這些教會 他教導給我們的 這些思想 乃至於做法 我們現在正在推廣 所以就是剛剛 我們李肇舍講的 今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今有真聖鬼谷子上 就是我們唯心中的出現 我們唯心中的出現 就代表鬼谷子的出現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 我們魂圓禪師 這樣一個偉大的貢獻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這個鬼谷文化 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 知行合一 切實可行 我們光知道 比如他要了解人 怎麼樣去收軟人心 怎麼樣讓對方來 給你合作了 他講了很多 這個是我們現在 知 他要知人 然後要行 所以他告訴我們的技術 怎麼樣 對什麼人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能把它 就是說這個說服他 才能夠接受你 才能夠成為朋友 才能夠合作 所以這裡面剛剛講 十二篇 這些東西 都是告訴我們 這些方法和技術 所以有人講 我們鬼谷先世是 溝通的鼻祖 是談判的主事也 是促進人與人之間了解 合作的先世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們在沒有接觸到 鬼谷文化之前 不知道 只是認為是孔子 孟子 甚至是法家 什麼這些 但是我們接觸 鬼谷文化以後 發現他是 積大成者 積大成 另外一個 我對這個 我們這個 鬼谷文化的了解 就是 以和為貴 人類永存 我想請 天门永远不在见 祈求彼岸永迹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